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恒指方面 今日总共收备28,754点 升132点 国企指数升41点 报20,930点 大市成交有920亿 这个环节由Samuel做嘉宾 HelloSamuel 你好 Hello 弗杰 看到偶尔晚上外围的表现不错 今天港股也有单纯 单纯百多点左右 但其实看到市场不同的企业也有配股的消息 最新看到一只340亿都配股 陆续有这样的消息 短线港股的气氛是否会一样 暂时我觉得未至于太差 配股这件事比较难估计 主要是在一些专注力的业绩上 开始会发出第一季的盈利预告 或者直接出第一季的业绩 所以大家都会看着 未来一段时间 尤其是中资金融股 都陆陆续续保险和银行的板块 都会陆续出业绩 所以昨天那段时间 大家就忧虑一些疫情的发展 可能日本和印度方面会比较严重 但是这件事 短线间来说 要看外围方面 会不会气氛 续持续变差 但是昨晚美股方面 算是做得不错 纳指也算是弹回 比较明显一点 所以你会看到今天的科技股 都算是表现不错 尤其是说那些W的股 即是说同股不同权的那些股份 除了ATM之外 一些快手 或者攜程 这类都开始打上来 便于暂时来说 气氛上 未至于太淡 昨天说是轻轻收市的时候 即是差几点跌穿了一条20天线 但是今天也算是半天来说 肯打上来 而且北水都没有明显的流出情况 今天整体的淨流入 半周来说 大概也算是35亿左右 所以算是不过不失 今天来说 也算是成功守着这条橙色线 即是说二十天线的位置 跟过往 过去这一两个星期 继续维持重点都是一样 如果不是 即是明显跌穿 二十天线 即是整个保力加通道的中族 未至于立刻要下试一些新的低位 可以有条件 好像四月头开始 一路维持整条二十天线的水平 一路在上族 起码叫做横行着先 这一样东西是暂时可以判断到的 除非你说之后那段时间 市况仍然是比较差一些 尤其是A股的表现 如果上证突然之间有跌穿 3450这些水平的话 恒指也有机会继续调低 但暂时来看的话 都是叫做A股 叫做横行着先的话 港股又未至于 需要跌穿一些新的低位 未来都是将Focus 放在一些中资金融股的业绩上面 好啊 虽然今天的市升 但看到今天长期 其实都跌得特别多 跌成一成二 因为看到它的业绩 首季转亏为盈 顺利有16.39亿元 但比市场预期都是差 特别看到大汗 亦都针对它的毛利率 按贵是要下跌 2.9个百分点 去到12.7% 大和看到这个业绩之后 觉得因为首季的业绩 也显示到 晶片短缺 还有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影响 高过于期 对于长期来说 它的前景 都不是说看得太冷冠 看见份业绩之后 会不会觉得长期 还有机会再跌深一点 暂时来看的话 我会叫做 看看它可不可以叫做试一试 之前你说轻轻跌穿 最近那条的100天线之后 看看可不可以立即叫弹 但是你说短期之内 可能你说轻轻叫做有个下跌的 压力也算是有的 至终今次 你说大家对它的期望 会比较高一点 之前你说第一季 出到来的销售数字 其实都不是叫差 尤其是说他们一些 电动车品牌 Outline 来说 都是叫做 保持买得不错的 比起你说 上年来说 你说刚刚才推出Outline 这个系列 其实都叫做 有一个很明显的弱性 虽然你说 跟第四季比的话 当然是会叫做弱一点 但是你说 现阶段就这样看 他们的收入和盈利方面的话 虽然上年 因应你说可能疫情的发展 你说那个基数 就不是真的有可比性 所以就 唯有跟第四季开始比 但是你说 比起第四季本身 都算是叫做一个旺季的话 轻轻有个下跌 又未至于有个很差的情况在那儿 只不过是说 大家担心 在这个卖车的折扣上面 这一件事 已经不是大家 来着担心的重点了 反而就是看着 他们在原材料的价格上面 会不会有一个 很明显的压力在那儿 说的是 你看到他们在一些经销商 或者一些卖车的平台上面 其实就不是叫做了 一个很大的折扣 所以大家本身就没有预计过 他们毛利率会叫做 有个这样的下调压力 反而就变成了 问题就真的出自在一些 你说原材料的材料格格上面 近期我们看到 你说大宗商品 尤其是说铜、钢 都是处于一些高位上面 近期这一轮的炒法 都是叫做 变成了一些资源股 算是叫做走得比较强一点点的时间 令到他们这一堆 可能属珠真的比较下游一点点 一拿回来的原材料 真的叫做变贵了 我们在PPI上面 其实都见到有这个情况 大家之前都在担忧 会不会因应开始 由PPI开始 传到到CPI里面 会令到整个中国有个通胀的压力呢 这一样东西都叫做有机会慢慢反映 如果你说车行 在最终销售的格格上面 没有一个上调的话 就变成了他们自己要承受整个原材料 或者个成本上升的压力 这一样东西要好取决于 未来那一堆的原材料 包括铜、钢、罗文钢 这类型会不会有机会 继续上升到新的高位上面 但是近期 我看中央刚刚上星期出完GDP之后 其实他都有提过这类型的原材料 那个上升情况 他们也说留意到这个因素 其实未来也都暗示会有一些 政策面的方向 是叫做控制 令到这一堆的资源 或者你说这一堆的材料的成本 不会叫做那么大 有机会是叫做加大产能 所以如果你说 未来可能真的叫做升得比较急一点点 或者都算是叫做去到一些高位的时候 中央有机会出回这一些 政策去叫做调控的话 又未至于去到第二季 都会叫做保持着那么差 可能在这些位置 大致上是叫做持平着 变成股价上 暂时今天就叫做跌穿了 之前那几条平均线 但是可以叫做参考的 你说好像上次那样 如果3月24号、3月25号 曾经叫做短线急跌完之后 很快叫做弹得回上去的话 都仍然是叫做有条件 维持回在这个上升轨道上 今天就叫做第一天 叫做跌穿了他们整个的 一些叫做上升轨道 由上一次大概 你说可能由4月头 或者你说3月20几号开始 其实是叫做做了一个短期的上升轨 今天就算是第一次叫做跌穿了 要看下你说未来这一两天 市况是不是真的叫做好度 可以令到他们的股价 满回上去 大概你说24元留上这些位置 如果叫做站得回穿的话 那都未至于叫做正式叫做跌穿 所以未来这一两天的时间 叫做比较关键一点 好 谢谢Samuel这么长转的分析 跟你申报有没有持有以上的报股份 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 今集节目时间就差不多 稍后回来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稍后见